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把这个强化学习跟深度学习 还有这个神经网络给他们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今天这节课的主题 叫做一个Deep Q Network 把这个Q Learning加入到神经网络当中来了 首先咱们先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之前讲的那个Q Learning 是不是有个Q Table Q Table它是就是一些State和Reval的一些组合 也就是说我们看我们上节课 定义了这样一个Q Table的一个矩阵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一个State下 我怎么样走下一步才会使得我的一个收益是最大化的吧 但是呢这回咱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变了 我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些实际的一些State了 而是说我想让一个机器人 不是想让机身 就是想让我们这个电脑自己的去帮我们玩一个AI的游戏 那么咱们的一个输入是什么呢 我们看 假设说咱们现在想玩这样一个游戏 就是有一个小鸟 然后呢它在这个管道上来回飞 让它不碰到这个管道 那我们想一想当前的一个State是什么 好像来说当前这个State不太好定义吧 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 咱们之前是不是举了一个例子 是有一些方间啊 那对于这样一个游戏来说 游戏里边咱们能看到的是一系列的游戏的画面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State 那我该怎么样制作这个Qtable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首先啊咱们可以这样去想 假设说啊我现在有一个图像 我给它resize到一个84x84的一个大小 84x84啊 比如说咱们是一个灰度图吧 它的一个H是等于84 W也是等于84的 然后呢对于一个State来说啊 我说好像拿这样一个极实的图片 就是这样一帧 我们把一张图像叫做一帧 那么对于这样一帧图像来说啊 好像它表示一个State 不具有那么特别强代表性嘛 那这回我给它们加一下 就是说这里我乘了4 表示什么 表叙着是连续的4帧的一个图像 也就是说呢 现在我做了一个Batch 这个Batch呢等于84x84再乘以4 乘以4的目的啊 就是说咱们当前的 一个State 它是表示着连续4帧的一个整体 而不是说只用1帧 只用1帧啊 代表性太差了 所以说咱们用4帧来表示 一个State 那我们想一想 对于现在这个State 咱们是怎么样表示出来的 首先它是一个图像吧 它是这样一个图像的数据 那我对这个图像数据来说啊 这4帧是这4个图像 下次帧又是另外4个 那么我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可能性 也就是所有的状态都表示出来啊 咱们要把QTable当中的行给做出来 行呢就是代表着 咱们是有多少个状态的 那我们想一想 对于一个图像来说 图像是由什么组成的 图像它是由像素点来组成的吧 每一个像素点都是不同的 可能这一批 比如说这个这个Batch图像 它的像素点组合是这样样子的 下个Batch肯定就是下一个样子的 每一个Batch啊 它的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那它像素点里边 一共有多少个点呢 我们先算这样一个值啊 一共有多少个点啊 它的H是等于84 然后呢 W也是等于84的 这是对一张图上来说 它有多少个像素点 那对于四张图呢 四张图像来说 我们还要再乘以4 那么这个84乘以84 再乘以4就表示着 我们对于当前这个State 它总共包含了多少个像素点 总共包含了这么多个像素点 那每个像素点有多少种可能性呢 每个像素点啊 它的一个取值都是0到255吧 也就是说 每个像素点呢 都可以取这些值其中的一个 那我一个总体的一个取值 或者说 我的一个所有的可能性 是等于多少呢 一共是有这么多个像素点 这么多个像素点啊 每个像素点的取值 都是有256种 所以说呢 一共的可能性就是256的一个84 把84乘84再乘以4 放到咱们的一个密上面 也就是说呢 多少种可能啊 256的84乘以84 再乘以4这样一次密 这个说明一下什么事啊 这个就说了 如果说你拿像素点 当成State一个横量标准 那State是千变万化的啊 因为像素点 只要有一丁点不同 是不是这个State就不同了 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理论 我们需要做这么多种State 等于多少啊 约等于一个值的多少次密 这个数字啊 简直太大了吧 那咱们想一想 这么大一个数字啊 咱们能把它进行一个 很好的表示吗 我真的能够做出来一个 这么大的Qtable 来表示这样一个事吗 好像做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我们想之前我们说过了 这个Qtable 我们最终目的有什么 我们最终啊 是不是要用这个Qtable 帮咱们执行一次决策呀 比如说 现在在这个2位置 在这个2位置 我就会在Qtable里去看一下 我这个State当它等于2的时候 我下一步怎么走 它的一个收益最大吧 它往3这个方向走 所以说它就实际的走了这么一个方向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Qtable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咱们要得出来一个结论值吧 在Qtable里一查 我就知道我这一步该怎么去走了 那咱们想一想 这相当于什么 这就相当于是 我们给了 给定了当前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给定了当前这个状态为3 或者是为2 然后呢 我输出什么 我输出是我这一步怎么去走 那我们想一想 这个问题啊 既然我们不能用这个Qlearning来去解决 就是没办法做出这样一个Qtable吗 那我怎么办呢 无非啊 就是说你输入的是一个State 然后呢 咱们有不同的一个Action的选择吧 我想找一下 在当前State走哪个Action 会使得我的一个Q值最大 那怎么走这个东西呢 我们用Qtable做不了 那我们能不能用神经网络去做这件事啊 因为我们这个输出啊 无非就是一个值嘛 我想得到不同的Action 它的一个Qvalue值是哪多少 那么这个东西既然Qlearning做不了 那么我们用神经网络能不能去做呢 我们想啊 就是把这个State 这个S和这个A 输入到这个神经网络当中来 让神经网络啊 帮咱们得出一下 不同的一个A值的一个Qvalue等于多少 这样不就相当于 也是完成了这样一个Qlearning的任务吗 那么这个就是 咱们这个DeepQnetworker一个核心点 它要做的事啊 其实并不难 只不过说呢 现在咱们不去实际构建那个Qtable 咱们要维护的不是一个Qtable 而是一个神经网络 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神经网络当中去做 得出来的所有的Qvalue呢 都是由这个神经网络所得出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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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